哈喽,大家好,我是文和 然后今天开始去这边市场去卖东西了 这里两款,这里一款 看今天能不能把它搬掉 以成本驾驶屋 刚刚已经叫了车了,等一下就到了 刚刚在酒店已经吃过早餐了 OK,Let's go OK,好了,刚刚已经到这边了 好像这边就是电子一条街吧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一家一家去问一下 今天早上,因为他们这边早上的话很堵 所以路上耽搁了好久 现在已经跑了好几个小时了 上午差不多九点多到这里吧 现在已经下午三点钟了 好了,有十几,二十几家吧 然后跟他们都谈了一下 然后现在等我再谈几家,就先回酒店吧 今天就这样子了 然后具体的话等我回酒店再跟大家说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电子市场吧 其实它这边是整个一块区域 像华翔北一样 然后有一个电子中心 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都有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就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这样的街,这一块估计有好几十个吧 然后具体怎么谈的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OK,好了,我现在已经回到酒店了 今天在市场上跑了一圈 它这边的话有一个电子市场 虽然没有华翔北那么大 但是其实也有好几百家吧 各种各样的卖电子产品的手机配件的 其实,然后我拿了这么多名片回来 谈的总有总共不记得也有一二十家吧 前前后后 怎么讲 其实大部分对这个产品的质量 他们所有的店老板都还是非常满意的 主要是这个价格确实是不适合这种线下的这种名售 所有去那边买的都是买便宜货的 然后你拿着这种质量很好的去卖 他们也不敢能够不敢保证它能够卖出去 所以说,当然我当时拿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不是拿到线下去卖的 我是拿到线上去卖的 然后附一个品牌 然后去线上去卖 所以我才拿这么质量好的过来 因为我不想有差评 我不想要卖低那个最后率 所以说这种耳机 如果在线上卖个一百一百二十多一百三十多 甚至卖到一百五十多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产品质量确实可以 声音各方面来讲的话 但是线下的话 那就根本就没法比 线下你知道他们蓝牙耳机哪一个多少钱 十几块钱 今天他们跟我讲 他那个挂博的那种蓝牙耳机 然后后价一十五块五 加上关税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 总共才十六七十六块十七块钱的成本 十七块钱的成本 然后在这边卖到市场上卖才卖三十多 你那个声音根本没法听 我先前他让我听了一下 确实就是听个响而已 然后方案各方面来讲估计就很差的那种 他说还是算在市场上来讲 还算比较可以了 他那个名牌 但是我觉得那种 就那个 但是他们每个月量都很大 这就是蓝牙耳机现状 一个蓝牙耳机在市面上卖三十多 四十多 好的方卖六十多七十多 所以说根本就很 线下 当然我知道我做这么个人外购 我知道印度的价格 本身就烂得不行 但是没想到自己去问了一遍 我发现真的就是超出你的想象 然后另外他们那种有限耳机 你知道那种弱势的 才多少钱一条 一块一毛钱一条人民币 而且买五万送五万 他妈的我都不知道国内的供应商是在怎么灌他们 就真的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利润 如果说你纯粹是为了退税 但也退不了多少钱啊 价格低之外 既然还能做到买五万送五万 我都不知道哪个国内哪个工厂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操作手法真的是浮了 然后现在该扯回来就是 这里面这一堆 其实有两三个还是感兴趣的 他是他们是想买的 但是想买的话他们有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没有现金那么多现金 其实我现在是烂热成本价出的 我连关税跟运费我都没合到上面去 我只按我工厂我拿货的价格去给他们 就是两万多 两万多一点点快两万一千块钱吧 他们说他们一般不做现金 所以说他们想拿估计 虽然说因为就三百多个嘛 他说我估计也拿不了 就是说我说那你们考虑一下 跟其他几个电脑吧一起 看能不能和我一起把这个货给销掉 然后他们说商量一下 所以说他说今天晚上或明天给我回信息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吧 我怎么讲 他们估计有可能是想要 但是确实他说要我放账给他 说等一个月过来之后收 怎么可能嘛 因为不可能特意跑过来 为了收这一点点钱是不是 而且机票钱都要好几钱 然后还有一家还有一些比较大的牌子 就是在这边他们做品牌的 呃 其实他们有些也卖的很 就是做品质的也有 但是有一点就是 他们不太愿意去卖其他品牌 就只愿意卖自己的品牌 所以说 所以说这种陌生的品牌的话 他们拿过去买也很有风险 所以说如果走电子市场消不掉的话 那现在就是还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摆地摊 然后我今天刚刚回来的时候 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打印了几张那个 就是这个纸 我准备实在卖不掉的话 我就去去这附近有一个天桥 然后天桥上面很多摆地毯的 我回头去摆一下地毯试一下 看能不能走掉一点 然后如果说走不掉的话 就还有还有两个选择 就是把包装扔掉 然后把产品带回锅 应该要估计一次带不了那么多 但是非要分两三次吧 然后请人带 怎么讲 尽量往这边下班 还有一个就是 我跟那个我之前朋友打个电话 或者说跟他发个信息 放到他家里面 这个到我不怕 就是说我放他那里安不安全 安全是肯定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讲 生意没做成 但是最后还是有一点情意在那里的 不会彻底闹白 虽然说现在都会有一点脾气 然后那个但是 他也知道他不会怪我 我也不会怪他 所以说如果说我实在不想弄 或者不想这么肩价重理掉 我直接放在家里面放个几个月 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回到我这边如果说还继续搞 然后把新公司租车下来之后 再把货掉过来 然后再开始卖 也可以这样子操作 只是怎么讲 因为我昨天走的时候 其实我搬货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要不你把货放我这里吧 因为他说 估计他也料到 我估计会很难处理 他说要不要放他那里 我说不要 我说我自己先尝试弄一下吧 所以说还有这种选择 另外就是说把他 就是找人带回去 两三次就带回去了吧 所以说我现在看一下 明天 今天晚上或明天 看他们有没有 就是这几家 所有意向的能不能 有人联系我 如果有人联系我的话 我就处理给他们 如果没有的话 我在明天下午或晚上 就开始去摆一下地毯试一下 在国内我都没买个地毯 甚至我都不怎么买东西 在地毯上卖东西 他妈的 现在到了一国他乡 我要尝试去卖 去地毯上卖东西了 oh yeah 没办法 反正今天市场上也转了 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然后刚刚回来 坐摩托车 坐三轮车回来 等会儿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再 再想一下 接下来怎么弄 好了 先这样子了 拜拜